天啊 他们在上厕所 然后有人直接把这个手机 这样偷拍 Mandy直接过去把手机抢过来 在韩国旅游上厕所 却一次遇到偷拍狼 当时Mandy和朋友一共9人 在南韩旅游第三天 到江南区逛百货 当时Mandy在二楼女侧 发现有手机镜头 从门缝伸入 她立刻把手机夺走 赶紧穿好裤子 想开门抓人 男子直接逃逸 事后打到偷拍别人的手机求饶 说工作资料 请Mandy把手机还她 被偷拍以后 他们在当侦探 今天找她的IG 这名男子手机上锁 Mandy和朋友 也想从通知上的线索找人 Mandy在IG上 拥有超过2.3万名粉丝 时常到国外旅游 她说这是出国第一次遇到偷拍 还好 我好像没有什么下到 就是冷静处理 她就是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不好意思 可是因为厕所里面也没有证据 然后手机里面也没有证据 Mandy当机立断 请会讲英文的店家协助报警 同时疑似偷拍的男子 也回来找Mandy拿手机 警方请男子把手机解锁 但里头没有任何偷拍照片 只剩下手机内建图档 Mandy说手机照片疑似 从云端被整理过 只能先做笔录 旅游达人分析 旅客有状况 报案回台也能追踪案情 韩国公安公社那边 它有一个申诉管道 你可以提交你发生的事情 经过台湾这边的官方 帮你后续去追踪 答案建议当地报警后 资料准备齐全 回台湾早在台湾的办事处 或对接窗口 若当地不会报警 也能请当地台湾办事处协助 解决语言不同问题 也保障自身权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